第四百三十五章 聖叻 忽然之间 绝尘夫只觉得胃里面有一团真气升腾 热气一浪接着一浪 向着四肢流传 附着在经脈上的污蔚 被真气却销 留下的每一幢真气 都开始慢慢的逆化 绝尘夫只递高的手 轻轻摆动手指 在手心的地方 冒出一幢纯粹真气所化的水母 老伯 你干什么 陈卓很好奇地 看着绝尘夫只 绝尘夫只的臉 绝尘夫只滴红 手心飙白烟 连耳朵都开始飙烟 连鼻都开始飙 眼都飙了 这时候 他只能够端坐在那张椅子上 双木紧闭 双手结印 他要压制着体内的法力外洩 很快 绝尘夫只的身体里面 闪一声 闪出一个大嘴圈的虚影 不过只在一瞬间 又收到回去 白症城坐在旁边 看着整个呕了 玩手机的淡台鸣鱼 不知何时的恶高头 看着整个亿仔法力外洩的绝尘夫只 满面疑惑 有什么可能啊 这个阿伯 要突破八戒 淡台鸣眼中 闪过不可知意的神色 接着 他的眼睛就死死地看着 陈卓那只可乐 八戒 白症城说起一口隔隔隔 差点咬到一条尾五仔 不过陈卓说你八戒还是九戒 他见到全身红薄薄的阿伯 下意识地弹到有这么远得这么远 心想 这个阿伯的酒量这么差 喝了他少少酒而已 就来醉死了 关键时候 王小猫的契女又不在家 陈卓眼珠就瞅过他家屋 新的梳化 新的桌 新的櫃 新的窗帘 新的杯 全部都伸出的 他的脑子快速地思考 死了死了死了 阿伯快死了 快死了死了 不行 绝对不可以让他死在屋子里面 要死死去其他地方 但是越紧张 他越想不到好办法 他的表情还因为焦急 所以变到面目僧灵 过了大概两秒左右 不管了 陈卓鼓起勇气 冲向正在结印的绝尘夫子 一手戏着绝尘夫子肩头的衣服 你们快走 卓同晓要睡觉 绝尘夫子就这样 双手结印 肩头被陈卓斥住 来到门口 柳玲 手急眼快 第一时间打开门 绝尘夫子就这样 被陈卓请了出屋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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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正成刚刚起床 但是躲起床 那边突然想起一些东西 拿起桌上 浸盖可乐 一声 喝下肚子 接着走出屋子 陈卓将绝尘夫子 摔出屋子 仍然觉得 不是 有点不妥 如果阿伯寫在屋子门口 卓同晓便大领落 不是 扔软一点 于是他又是托着绝尘夫子的衣服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绝尘夫子摔到大门口 在准备的时候 他要转过头 看一看屋子和门口的距离 心想 死在这里 应该和卓同智无缘无缘 于是大手一松 绝尘夫子 都未可以平衡到看下的真气 就要被陈卓一拖手扔到地上 卓同智就送到这里 但卓同智再想好导友和阿伯喝酒 你们两位快点走 出道知不放鬆 陈卓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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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客领 在后面追过来的白星城 完全是处于懵逼状态 刚才还谈得好地地 怎麽失惊无神 丢了夫子出来 他迈到来 就立即扶起 还飙烟飙到 爸爸声的绝尘夫子 夫子 你没事吧 绝尘夫子 因为升叻速度太快 大部分的精力 都放在压制体内 沸腾的真气上面 摆摆手就说 我没 没事 陈卓见到两个喵喵喵喵喵 还不肯走 所以就好心急追问 两位为何还不离去 白星城哪敢出声 只能看着绝尘夫子 绝尘夫子 对着陈卓说了拱手 那老夫 真不打架 趁大先生血色 不打架不打架快走 白星城扶着绝尘夫子 离开青山精神病院 而陈卓就站在原地 目送八部车 影都没了 这样才合了一口气 唉 阿伯终于走了 你回去死不关我出同志事 屋子里面 淡台明月就淡定地起床 二昌 出去洗了地拖 早上便洗过 洗得不干净 认真地洗 哦 柳灵就乖乖地拿起地拖 走出小屋子 淡台明月见屋子里面 没有人 就一声闪现去茶几旁 令陈卓喝完可乐瓶 他心想 这些黑水明明就是黄小猫 在小卖店那里买的 他都喝过几瓶的 但没什么不同 难道一箱黑水 单单是这一瓶有特别之处? 于是 丹台明月拼一拼的瓶身 让挂逼的可乐都留在瓶底 岳哥的头 瓶口和唇边的隔出一段距离 让残留的可乐 顺着瓶身流出的瓶口 滴入丹台明月的口里面 顺着口腔留在胃部 他舔舔嘴 是黑水的味道 没什么特别 接着他皺起眉头 吹动鬼气 去探尋黑水当中的澳鼻 但是探鬼探一下 就探了一个寂寞 什么异常的地方都没有发现 难道是瓶盖的问题? 更加没可能 那些瓶盖 是他随便找两个空军拧下来的? 丹台明月拿着空军 想极也想不明白 而这个时候 就传来了陈卓把声 不知道他在外面 跟谁在吵架呢? 第436章 炒大祸 你才是文盲 你全家都文盲 你组终三十多队都是文盲 丹台明月快收回空军 收回到茶几里 自己就坐回原位 但只听声 就迟迟都不见陈卓推门进来 他忍不住看出去 只见到陈卓在屋仔外面 转提转走破口大骂 完全不知道他骂谁 你究竟是和卓同志出来 和他一较高下 丹台明月见到陈卓 这样的死款 才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这个人又瘋了 在外面 原来陈卓 在跟系统在骂 陈卓 你真是不识好带 你看看你自己 不懂装懂的死人样 富汗众生都不再说了 动色万物 你看你说了些什么 动呜呜呜呜呜呜 你不是文盲是什么 本系统只是好心提醒宿主 看多些书 增长学识有好处 学你爸之乡 卓同志是宇宙高高人 西龟来教我 你哪位 你帮我穿物都未够资格 粗皮之仁 粗... 粗... 粗什么人 什么意思 虽然陈卓不明白 但他很清楚肯定在骂他 于是他又是在骂 这个死人头 只敢偷偷地躲起来 骂卓同志 不敢出来和卓同志打架 没用 没用 不通 本系统真的前世不收 遇着一个狗屁不痛的宿主 前世不收 你又前前世不收 前前前世都不收 本系统不和你计较 来呀 不够卓同志骂 就说不和卓同志计较 没用就没用 拿回去吃奶 为什么不出声 来呀 你打我 不敢出声 打又打不过卓同志 骂骂骂不过卓同志 为了 喂 令到陳卓整個跌了 生氣到他 大嘴巴 氣餓氣喘地回到屋子裏 丹台銘越望著整面委屈的陳卓 於是就問他 做什麼 想哭啊 陳卓又另揹臉 卓同志怎會哭啊 卓同志是宇宙高高人 怎會哭啊 喔 不哭啊 那看著家 我去買菜 今晚打火鍋 陳卓又另揹臉 不去望的蛋二弟 誤了一聲就算數 丹台銘越站起來 收起手機 剛好看到洗完地拖的柳玲回來 熱槍 跟我去街市 柳玲拿著地拖 望望陳卓 覺得氣氛有點不妥 喔 嗚了一聲 就趕快放下地拖 乖乖地跟著丹台銘越出去 屋子裏面 只剩下陳卓一個 他轉過來 看到廳沒有人 還是很不放心地 走進睡房 看見黃小貓還沒回來 他意識到 整間屋裏面 現在只剩下他一個 於是他倒吸一口氣 嘩一聲哭了出來 哭到 鬼震 人家不知道 以為入錯殯儀館 但他這樣哭 弄到連系統都 烏烏烏 說明明是你罵我在先 但陳卓沒有理會他 繼續哭到 嗚嗚一聲 壓開口 哭到鬼死 那麼肉酸 你這個人 罵人家就行 人家罵你就不行 你不要哭了 你看看你這個壞樣 影像投放 在陳卓的眼裡 好像出現了一塊鏡 他拿起衣服 眼淚 繼續哭到 屁屁屁屁屁 男人老狗哭到 一隻破壞的 系統都受不了 好了好了好了 陳卓最有學問 陳卓是宇宙最有學問的高高人 雖然聽到系統這樣說 但我們一卓同志還是 另一塊臉 你還想怎樣 本系統最多以後不說你 最多本系統自認是地攤貨 但我們一卓同志還是不出聲 陳卓 你不要那麼過份 好了 本系統承認 卓同志博學多才 滿腹經論 見多識廣 是愛意小人之心 讀陳卓之福 聽到這裏 我們一卓同志才扁起的嘴 那 你還罵我是死白痴 你不是死白痴 那行了吧 你要說自己是死白痴 陳卓 你似乎過了火位 我知道 你這個心情覺得我是死白痴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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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死白痴 那行了吧 聽到系統罵自己 陳卓先扁了扁嘴 抹了你的眼淚 在狂索 給我一個比 最壞都是你 黃小貓回來肯定會笑卓同志 衣服很麻煩 蛋二弟肯定會罵卓同志 你怕黃小貓笑你 怕蛋二弟罵你 你不怕本系統 我不管 好 你好 好事 系統啟動正化程序 目標人物 陳卓 目標區域 全身 現在行了 連你中午吃飯流的口水都清理了 還有卓同志對眼 系統正在促進宿主面部新陳代謝 消除面部區域總長 滿意沒有 卓真神 哼 看在你誠心誠意跟我道歉的份上 卓同志勉強地原諒你 本系統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屈辱 你說什麼 本系統說好屈辱 不是這句 滿意沒有 卓真神 卓真神 你再叫一次 我弄你的按鈕 卓真神 再叫一次 再叫一次 卓真神 哈哈哈哈 果然是癡媽筋的